花妹的鱼塘 本视频由金主妈妈 周围不劳桑全力赞助播出 绝美浪漫戏花朵耳环 带上哥哥姐姐们都会爱爱的呢 最近有关注我频道的小朋友 应该知道我最近在看 这部半是蜜糖半是伤 花妹我非常喜欢这部剧 原因很简单 这部剧洋气呀 男女主造型高端大气上档次 女主包包每集换一个 拿宝宝利来挡雨 上次花妹我用来挡女的包包 还是那个Costco购物的案子 除了高级的浮化道 这部剧看起来非常让人开心 因为它是喜剧 因为它甜呗 这部剧它的设定是投行领域 里面有很多案例 也是金融并购相关 都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花妹我虽然是金融领域的门外汉 但我的朋友是做这个的呀 今天就跟大家科普下 半是蜜糖半是商人物里的 元帅呀乔纳呀将军 等等对于现实金融领域里面 是什么等级 他们的工作属性是什么 以及他们的年薪有多少 先科普下什么是投行 通俗的理解 就是假设某个大老板 不差钱而想买个公司 那他就去找投行 投行呢会推荐比较合适的公司给他 那这个投行就是用来赚取佣金的 投行是基于操作的成功率 也就是success base 如果交易成功 就有丰厚的佣金啦 投行这个词听起来高大上 其实呢也分三六九等 在美国第一阶梯的投行呢就坐落在华尔街上面 例如高盛 大摩摩根斯坎利 小摩 JP摩根 八旗银行 Citibank等 他们做的项目呢基本上是五个亿美金以上 投行的职位划分有五个等级 最底层呢就是分析师Analyst 就是我们女主将军转正后的职位 在投行刚刚毕业的分析师年薪也可以达到15万美金 睡前 到手的话呢也是可以达到10万美金吧 一般在美国名校毕业的本科生刚刚进入公司的前两年 就可以拿到这么多钱 相较于其他行业就算是非常丰厚的了 但是工作时长也是基本的普遍的两倍 初期分析师的任务就是做PPT和建立财务模型 用各种数据来支撑包装公司的产品 或者说公司在接下来可以达到多少盈利 分析师需要熬夜的原因呢 是因为有大量历史数据需要处理 掌握很多的公司资料 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长平均在每日12至16小时 每周工作80个小时 周末加班也是很正常 所以说剧中的元帅呢 为将军的身体考虑 不让他进入投行工作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要不袁总也不会总说 工作严重不饱和了吧 分析师Analyst在上面 就需要二到三年的工作经验 叫做资深分析师Associate 通俗一点可以理解为副经理 在这个级别 他们的薪资呢 税前可以达到25到30万美金 到手的话也就是打个六折吧 工资越高税收也越高哦 在投行中是呢 这一级别 反倒是工作时长会少一点 因为耗时耗力的体力活呢 都是下面的分析师做的 所以后面将军升职后 工作时长倒是会减少一点 就有更多的机会用来谈恋爱 合作修修的事情啦 验证失败 请重新验证 Associate以上呢 就是VP副总裁 Associate到VP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 VP的年金非常可观 可以达到税前40到50万美金 乔纳和马修就是这个级别 副总裁就可以开始管新人了 所以在这里面新人呢 都是归乔纳来管理的 当然呢 Marthel 马总也有评定权 胡阿总 别以为有人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跟我交代了 上次给你安排了工作 就属于你的业务范畴 哈啰 你怎么会这样照片 我怎么会有这照照片 你说我这么爱结仇的人 没有点手段 怎么能在MH坐上现在这个位置 真帅哦 VP之上呢 就是执行总经理 Executive Director E.D. 就是袁帅啊杜磊和琳达这个级别的 这个级别一般是不带新人的 主要是负责开发和维系客户 每日呢 主要是听VP汇报汇报 所以这里乔纳和马修都是袁帅的下属 从电视剧里来看呢 见客户出山也是袁帅 工作中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网上呢 就是Managing Director 董事总经理Andy 范准呢 就是这个职位 第二集出场的林泰默 他可以撤销元帅的招人决定 应该也是MD级别的 聚集设定林泰默和范总应该是竞争关系 元帅和范总是一个梯队 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为什么当初林泰默一听到元帅否决了将军的入职 就同意了将军的入职了 因为不是一族的呗 对着干 MD的生活就很自由啦 每天的任务就是各种出差啊 见客户啊 幕后听一听汇报briefing这种 前期辛苦的活都是下面完成 这部剧看到林泰默和范总呢也是一种不是很忙的样子 所以说呢也是很有道理的 MD的工资就不得了了上不方顶哦 但并不是所有的VP都可以升到MD的 是要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还有运气 还有体力 好的身体才能熬到这个位置啊 上面说了这么多都是在讲美国的投行 那国内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大同小异 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是 赚的多 但是活也多 工资很高 工作量大 在MH 一个人睡眠充足 精力充沛精神良好 说明 他根本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的 我多数小 你别骗我 后面我放一个表 大家仔细研究一下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 点赞评论订阅 我都要 谢谢观看 拜拜 拜拜